郁成荣 明日回赠 三祸卓义的连历能臣 都得不到善始善终的王 实乃是 朕之失差 定中 我才在 你说说朕 该怎么处置于成荣啊 启奏皇上 这于成荣出任两将 在对两将方方面面的情况 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就断然抓捕于可 致使于可在格斗中 被于成荣的捕快 雷翠婷所杀 这更为严重的事 就是因为这么一起人命案 这是皇上所推行的 两将去火号一事 却不得不半途而废 所以奴才认为 应当将于成荣 削植为民 发回元吉 永不叙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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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臣有本要奏 讲 皇上 这贺礼于果注奏折所指 于可戏被雷翠婷所杀 证据不足 这其二 仅凭这于可人命一案 就将于成龙革职查办 其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皇上 纵观于成龙为官 一生所作所为 岂可仅凭这于可人命一案 就将于成龙革职查办 于情 于礼 于法 都难以服人哪 皇上 三祸卓卓义的 连利能臣 都得不到善始善终的话 实乃是 朕之失察 实乃是 朕 之罪过呀 朕之罪不合 武功万证明 宣旨 让于成龙 明日回赠 臣到江南 机兴力除弊 力去火号 无奈两江之力志 赢务 行名 前谷复税 公私不分 人鬼难辨 臣昼夜 躬身料理 从不敢寄予辽数 然恶习难防 待人难度 令臣防不胜防 至于于可一案 此皆因臣至衰迈昏溃 未能防范于未然 而陷他人之手 臣年静古兮 今逼丧雨 久在皇上动剑之中 虽担金竭律 不敢稍字宽甲 然气衰丽皮 隆中之壮 大飞西壁 臣又何敢自推妻责 其赤部言家易出 以臣之独职 是天下为官者敬 虞成龙回奏一事 让朕好好再想一想吧 朕安 大家都到齐了 今天把你们召集来啊 就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帮着出出主意 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 完全是我们预先没有想到的 赫礼和于国柱联名参了于大人 皇上也令于大人明白回奏了 可是皇上到今日 一直没有明确地回复 皇上到底会怎么处置这件事情 怎么处置于大人 都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也帮于大人做不了什么 但如何补救 如何挽回这个局面 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目前现在的情况我们很被动啊 于大人想不出好多法子 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倒有个想法 能解于大人这个局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到妮可这个车夫 撬开她的嘴 翠婷就会有救 如果找不到这个车夫 那翠婷就会性命难保啊 静阳哥的办法好 办法是好办法 可能轻易找到那个车夫吗 赫礼和于国柱不会纯到 还把那个车夫留在江宁 是啊 周先生说得有道理 目前只有找到车夫 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这个车夫 帮于大人解开这个局 爹儿 美丽 稀 阿姨 小公子 静阳 你说鱼壳的车夫能不能找到 咱们跟了老爷多少年了 玉兰 你 你想说什么 我就是替老爷难过 老爷这一辈子 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 哭了自己 现在人老也老了 身体又不好 还到了这么一个 人身地不熟的地方 还得受这么大的委屈 其实啊 受点委屈 倒也没什么 我真是怕呀 怕什么 你说呀 怕什么 你说呀 怕什么 我是怕 成了道了 也落不个好下场 他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 该找的地方我也都找了 这么大个人怎么就没了呢 怎么样 玉兰还没回来 那晓晓呢 找不到娘在房间哭呢 一天了一顿饭都没吃 这玉兰一定是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事了 先别急 先别急 我能不着急吗 我带你找他去 这个钱从来没有出现过 刘先生说得对 玉兰一定是出事了 一定是出事了 别着急 别着急 急也没有用 你们俩跟我走 我也去 你留在家里 玉兰回来 家里不能没人 对不对 我们继续找 对不起 夫人 人带来了 夫人好 你是今天刚来的 是 夫人 听口音 你不是本地人 我是直立大明府人 直立大明府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府里需要佣人的 前不久我又添了个孙女 我想出来找点活干 补贴家用 这不早上碰巧路过贵府 多了一句嘴 问要不要佣人 这位好心的大姐 就把我留下了 听你讲话 像是念过书的 是 小时候家里家境还好 我爹就请了司叔先生 到家里教我念了几年书 好吧 那你先留下坐上几天 谢夫人 行 下去吧 老爷 房间里只是少了几件衣服 其他的都在 就少了几件衣服 玉玲 玉兰少了几件衣服 说明她暂时不会有什么大危险 那玉兰姐 会不会被贺里那帮人给抓走了 没有那么可怕 余大人不是说了吗 玉兰带走几件衣服 就说明是自己走的 不是被接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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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从府里拿了几件衣服 跟谁都没说 周先生 你告诉我 玉兰能去哪儿 她一个人能去哪儿 玉兰 天都黑了 我们赶紧再去找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要把玉兰找回来 来 你说说 雷翠婷这个人怎么处置好啊 赫黎将军 这个等我们参赫于成龙有了结果 看看皇上对于成龙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皇上的态度 对 只要皇上准了我们的参奏 我们就可以马上对于成龙下手 当那个时候 一个小小的雷翠婷 不是任凭将军你处置吗 好吧 那就听你的 等等皇上的态度 再处置他也好 赫黎将军 于可的那个车夫现在何处 那个车夫在我的府上 我让卫士看管的呢 赫黎将军 目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人 不是雷翠婷 而是这个车夫 你想想 于成龙一定会想到这个人 你的意思是说 于成龙会在这个车夫身上打主意 对 将军 你想想看 于成龙围观二十多年 经他审理的案件数以千计 这么重要的证人 他不会轻易放过 如果这个人 一旦落到于成龙的手里 这事情的麻烦可就大了 毕竟这个人 是唯一知道于可真正死因的人哪 依你看这个车夫不能留着了 不能留 留下终究是个祸害 这好办 那今晚我就把那个车夫杀了 好 只要杀了这个车夫 于成龙可就彻底没辙了